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今天是8月8號父親節 這邊也是祝各位朋友是男性的父親節快樂 當然自己也是身為爸爸 所以我昨天就做一個父親節的專案 我跟公司講今天也是父親節 今天才是父親節 所以好不好 直到今天 那我也很感謝昨天有看我節目 還是之前有看我節目的 有來參加這個專案的 昨天真的人比我想像中的多 我一直會覺得最近行情不好 可能比較少人都虧了錢 比較少人會想說來跟 可是我昨天做了案子 沒想到那麼多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尤其很多人是怎麼樣 就是我講有跟過分析師的 可是他們還是看了老師一個月兩個月 覺得剛好搭上這一波 跌這麼深了來相信文奇我一次 好不好 真的我希望今天 今天你昨天沒有來參加活動投票 真的今天可以 好不好 我下面的LINE小水平武器幫我加進來 直接來跟著文奇我來動作一次 那這個專案好不好 你們撥電話或者是LINE 加我的LINE留言888 好加聯絡電話進來 我這邊 我不管是我還是我助理 我會直接跟你說怎麼動作 好不好 那當然回過頭 今天老師昨天漲幅創了史上的最高 又上去 怎麼今天好像又跌下來 我看現在尾盤好像跌了400點左右 不用擔心 為什麼 很多人當然要擔心 是不是還會再破底 要再破底沒有這麼容易了 你說老師你怎麼會 好像講得很肯定 連續兩天出了大量 那好像量沒有完全出夠 可是反彈上來是量縮 所以我可以跟你們說 現在就是怎麼樣 量縮整理了 就是在量縮整理 那你也不要想說 這裡是不是要去下殺什麼的 不用再去想這種事 那但是當然手上的股票好不好 我還是要看過 你給我看你手上持股 我會跟你說怎麼做 所以一樣我加我的LINE也好 好不好小鼠MAP57幫我加進來 YT頻道也幫我訂閱 小鼠MAP57 為什麼要加 你進來真的 我說持股我跟你們說 我的持股 包括你們手上持股來問 我也跟你們講 重點真的我盤後的東西 盤前的東西 像盤前我昨天早上玉金光 我就丟上去了 你有看到玉金光去買 到今天都還賺錢 對不對 那盤後我有一些東西跟你們講 你們可以去依據 我講的東西來去做評斷 大盤的方向也好 我不敢說百分百 可是至少七八成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一貫的作風 好不好 我的LINE一定要加 加進來 有些東西你們看著就能賺錢 好不好就能賺錢 美股前天大漲 昨天又跌下來 其實開高那下來 也不用太擔心 只有廢半跌3%比較多 其他的0.6 0.7 1.1% 不用那麼擔心 可是投資者當然你們市場 會去恐慌之類的 這個講真的啦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美股說最主要 美超微下沙怎麼樣 20%很多 真的很多啊 揮達失手100元 很多沒錯 都會覺得很多 但是我必須跟你們講 在這些紅的跌下來裡面還是有綠的 蘋果昨天也漲了 亞馬遜也漲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 所以不要認為好不好 Google昨天也是小漲 不要認為好像 科技股它只有標題就會很聳動 跌20% 破100元 跌5%了很多 不要那麼擔心 當然很多人去講美超微的問題 我講這個 當然今天新聞也在那邊講 對不對 新聞也在講 你說它 財報 其實營收是沒有問題 投票你們要去想 營收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不好 營收 重點就是大家去講毛利率的問題 那我自己認為啦 毛利率因為現在真的 你說前面就他們那幾家嘛 可是後面太多人進來 所以你毛利率 你賣東西就不可能那麼高價 所以毛利率下降 就是會變成這個問題 那但是好不好 他們自己也講啊 你中長期來看 沒有太大的影響 最近當然會去講到 延出貨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我講真的 他們好像也在怎麼樣 證實就是有這個問題 微影也是在講 好像確實有放緩 但投票我要跟你講 因為怎麼樣 現在他們也在拒絕怎麼樣 相關的傳聞 好 僅說先前就說過 今年好不好 已經開始送樣 今天送樣 還是會照原定的計畫 下半年翻了 我跟你們講是什麼意思 他這個出來真的有點太快了 因為發表會出來人家就推 我說HA100 H100完 馬上就去說B系列 B200 GP200要出來 那他們現在就是碰到這個問題 那我請問你 回答最近這些人有出來嗎 你們會想到 黃老闆好像來台灣很輕鬆 那你們有沒有想到他現在正在做什麼 他們現在全公司我相信 一定是在努力就是要去做這些 克服這些問題 所以不用太擔心 外資評論也是 可能耽誤個兩週左右 兩週完了呢 不用太擔心 他們還是全力在放送 還是要去量產 其實他們也在講 下半人可能會放緩 原本估多少60萬 現在估可能40到50萬台 GP200這伺服器 本來估60可能變下修到40、50 因為耽誤了一些時間 可是真的你說是整體取消 好像GP200沒用了嗎 這個B系列這個東西沒了嗎 也不是這樣 Blackwell這個東西完全沒了嗎 不是 他只是延後一點 那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市場 不是市場的關係 因為他這個晶片本來就一些 有時候真的是他太快發表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他如果真的確定穩一點再來發表 不會有現在這個市場這個影響 那這是短空好不好 同學我必須講 這種東西就是短空 暴跌 回答也暴跌 那這是6個月的線型 你要去說跌很多嗎 我這樣講 如果我們把這邊遮住 就看這前面 也是漲上來 也是下來 那下來有沒有撐住 有 他繼續爬 爬了就下來 那這裡會不會撐住 同學我覺得這裡會撐 撐住會不會再繼續漲 那可是你們看那麼短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這線型應該蠻像的 應該算蠻像的 這個線型一路爬上來 現在最近這邊在整理 有沒有一路爬上來 又下來 這邊有點小高 這邊也是小高 又下來 其實真的線型看起來 台積會打走勢差不了太多 那台積這邊都可以率先 直穩有點反彈 那你覺得揮打 好不好 不要只看真的那麼短 這都是我認為 可是你們怎麼想 你們不要被短線又去嚇跑 真的不要被短線嚇跑 好不好 升息降息 我也今天我不再講 我覺得最近講太多 這些因素 升息降息 選舉的因素也好 對不對 大選的因素 戰爭的因素 那到底會不會打 這個我說真的 現在我們也不能去說 可是我們看盤 今天其實有點亮說 我覺得是好事 真的亮說 你不要覺得不好 好不好 融資 我必須講 斷了兩天 今天白斷183 182 然後又再減少了163億 好 182億 163億 那昨天融資 老師到底殺肝了沒 昨天增加了3億 好 昨天增加了3億 你們賞戶真的很大膽 昨天又行情好一天 好 昨天漲停很多嘛 那我也講 昨天那種漲停 就算我持股漲停也不重要 為什麼 昨天那種漲停 到今天來看 有很重要嗎 為什麼 因為今天很多股票又跌下來 今天又很多股票又跌了 那你們去講昨天那種漲停 所以我昨天也講 昨天那種漲停不用太高興 可是重點是 如果昨天漲停了 今天再繼續搶 那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啦 好 郁金光 投票今天還是強嘛 你說開低下來 今天還是強 沒錯吧 老師你選得到 沒錯 而且我昨天請會員去買 買 好像都漲5%去追嘛 沒關係 今天有沒有繼續搶 有 這就是 你敢不敢動作 當然你敢 可是你要挑對 為什麼 昨天有一些很強 今天又掉下來了 對不對 那要怎麼講 所以今天台積又掉下來 如果昨天去接的人 昨天去追到這邊 好像掉下來又沒機會了 對不對 台積我等等講 好不好 我等等講 真的我覺得真的 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現在 為什麼 因為 真的整理的差不多 跌的 只跌的訊號其實差不多 出了兩天大量 融資也砍了兩百多億 基本的這種已經穩了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好那當然我還是要講 手上持股比較重要 你現在去管大盤沒用 為什麼 全面的下殺 殺在這裡都已經全殺了 真的我說這一波 不是你們啦 連主力大戶全部都受傷 都是受傷 好不好 真的 現在這個盤 有點難做我知道 但是殺到這裡來 你們持股比較重要 所以我一直一直跟你們講 持股先給我看 持股先給文奇我看過 我們再來決定要怎麼動作 好不好 持股真的先給我看 好那我也講了 好今天這幾次看得到嗎 建測 紅塑 嘉哲 聯發 其實今天這些都是算小整理 他們率先上去 那碰到這種量縮 他們先表態完 量縮 整理又換中小型股票 昨天一堆中小型股票漲上去 漲停 其實精彩也是嘛 漲停 那最後今天平盤左右 可是你要去想相對 應該算是比較強啦 好不好 精彩我講了嘛 我還是很看好 我145這一波買的 我也沒有出 145買到 老是257沒出欸 跌到破200 最低182 沒有出沒錯 好不好 現在還是又回來200 是不是跟前面很像 然後漲上來 230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最低193 還不是站回來200 那站回來很快就攻擊 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算出量 有 也是算有出量好不好 還是有量啊 跌下來有量 但是我必須講 現在我反而希望有點 比較算量縮整 整理完比較會漲 整理完比較會漲 你們要聽我講 為什麼會這樣說 台積我們以最近的這一波來看 很多人當然今天會去想 好像要回測多少多少 好我這樣跟你們說啦 有沒有像前面這裡漲上去 這是跌 先跌下來有沒有出量 出量指紋 我先跟你們講 這個是量 如果以成交額 這一天前幾天 8月5號那一天 成交額是超過了歷史 因為它比較高價 現在就800塊 這邊的量就比較低嘛 700那這邊更低 600多 他們量雖然比較多 可是成交額你去算 這一天是歷史巨量 歷史巨額 報了歷史最大的成交額 不是成交量 我說成交額度 為什麼會這樣 這天有人在接 所以這一根原則上不太會破 你們真的不用擔心 好不好 不用再去擔心那麼多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上去了有沒有量縮 好一樣嘛 上去了開始量縮 那量縮完呢 好量縮完有沒有繼續整理 有 前面這裡也是 出量也是 好你說也是量縮 再出量 有沒有 也是出量 量縮 慢慢墊上去 現在這邊就是 所以這邊底部 其實原則上已經建立了 你們不用擔心 不用太擔心 外資你說也連續買了 那鴻海 鴻海其實最近 因為融資 還是太多進去 外資這樣賣 當然這邊還是要給他整理 那有沒有算量縮 也是有 所以我講 整體大盤 現在會開始先量縮 那你說要回補嗎 好這個缺口 要先上去再回補嗎 我也不這麼認為 好 我講 還漲急跌 你急跌下來 像昨天是不是急漲 我真的不希望每天這樣急漲 你急漲上去這一段上來 很多人 包括做短線的 抄底的 抄底的也好 上來這邊很多人出掉 出掉反而會下來一段 我反而希望就是慢慢漲 還漲真的啦 你說急跌了 你就是給他還漲 漲上去就好 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只是真的 選股就很重要了 選股就很重要了 當然我一直覺得沒有問題是為什麼 因為真的現在資本支出還是一直增加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資本支出不重要 很重要 好金像電我這兩天其實一直提他 這個線型應該很強吧 今天應該有站回啦 怎麼會這樣 欸老師你看好東西真的就不錯 對不對 8月2號我就再提了 8月2號我就再提了 雙紅其紅我講了 這還不能碰 還不能碰 有沒有今天還是在破 我說我很想做啦 可是真的還不到時候 真的算散熱你還是最主要最主要龍頭 看這兩家 你手上如果有的人好不好 真的一定要來找我 一定要來找我 想做的也要來找我 這今天8月8號 他們在美系 他們還是對美超為 你說對水冷散熱 這個正面看法還是不變啦 這個我也放在我的記事本 我Line裡面的記事本 當然對你說雙紅 操縱都是正面解讀 那我們可以觀察 那當然還有華碩 今天也是很強嘛 對不對 今天華碩新聞也是出來 也是很好 那我其實之前我也跟你們講過了 華碩 宏基 技加 維新 我說我比較看好華碩還有維新 宏基跟技加我講 暫時先不要碰 果不起來華碩至少啦好不好 現在是最強的 是算最強的 怎麼說 他今天 這是今天喔 投票也是8月8號最新 昨天舉辦法說嘛 會後美系就在評升 美系當然也是升目標 還是看好 因為PC這一塊還是說會計真 投票這個計真有點算是 AIPC 當然還有伺服器 全年伺服器也是佔營收越來越多 NB也是 那還有就是IP 還有任列IP 營收所以 又於預期就這樣漲 它的線型真的很漂亮 這一波沒有算跌到 今天一根就全部佔上所有均線 對不對 那我之前就跟你們講 宏基 技加也好 市場很多分析師很愛講技加 很愛講 可是我一直跟你們說 你們要做這種類型的做華碩 有沒有 抗跌就算了 還站回來 還快要創新高 不是嗎 不是嗎 這我講真的 我前面都有在提嘛 好那今天也有在講川湖 今天川湖 有沒有開高上去 下來 好那你說 因為為什麼 維持正面 但是好不好 綜加的看法不宜 有人認為很好 蘋果 蘋果能拉動 可是下半年又有人持中心 因為蘋果會被安卓去的手機去搶掉 所以今天開高走低 這個東西我早上我也放上去 如果你們有看到的人 早上你應該不會去追 消息是好沒錯 可是會後綜加看法不宜 我還用紅字 這今天早上我也一早 我就PO上去了 好不好 我的Live一定要加 那當然長線還是看好 沒有說看不好 只是短線上要怎麼動作 好不好 來找我 來找我 我講了 金香店我上面前面在講 8月2號在講 今天又出一折 好不好 還是大幅優於賤商們的預期預估 所以金香店 今天還是很強勢 昨天他其實就漲了 今天再一根 是不是又要回到了 要回到所有均線上 還是蠻好的 4966的普瑞 今天 沽也是沽 正面維持 正面 也沒有說真的到特別特別好 可是今天也是算強 也算強 所以投票你們要找 開始要找這種 有沒有 不是說那繼續破底 我舉個例子 就是像雙紅 有沒有感覺繼續破 你們去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不一樣 應該有 要找這種股票 翔碩 也是跌很深 也是跌很深 那接下來 微是正面 當然短線好不好 現在在講短線可能能見度不好 所以最近翔碩一波下來 它前面也是很強的股票 創新高成這樣 創新高成這樣 到最近這一波這樣下來 有點被修理到對不對 那長線的題詞還是在 長線的還是在 長線還是在 所以我心裡想 你們想做高價 真的來找我 說微影 好我說我看好它嘛 今天下去嘛對不對 美超微影說再多差多差 今天應該要打跌停 有嗎沒有 最後還有點收上來幅度 有人在吃啊 這有人在吃啊 有沒有說下雨沒有在破 跟雙紅應該不一樣嘛 沒有在破嘛 那又上來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好不好 就有人在吃嘛 那這邊真的 你想做這種股票的 也一定要來找我 一定要來找我 好我也講了 這個東西8月5號出來 就說有問題 Blackwell你說晶片有問題 可是他們 我講 回答他們現在一定權利怎麼樣 在處理嘛 所以我自己認為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新唐 昨天漲嘛 可是我講降頻 啪又下來 又下來 我跟你講這兩天真的 因為這種亂跌啦 大家都在沒有預估到嘛 其實連外資他們 你們會說這一波跌是怎麼樣 我們自己在解釋嘛 外資的空單問題 但是你要想他們裡面其實很多都還在做多 你自己看這個 他買的跟賣 有稍微賣啦 可是呢賣的量啊 買的量還是比較多在裡面 他們好像你說空頭下來 空頭跌下來嘛 啊他們放空轉 可是他們做多的部位呢 那你們要去想 他們做多他們也是給他賠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說看不好 只是因為高點 歷史高點 人家空單不那麼多 下來就是要修正 修正完還是會長上去 那長上去呢 他們做多的部位 這一波下來也被修理到啊 一樣啊 一樣被修理到啊 好我講最近外資的報告一堆 結果呢 全部在調 啊因為我看了報告一堆 一大堆 那他們也是在那邊調整 他們原本手上那些股票怎麼辦 也在調 所以連外資都會這樣 好我講真的不用 怎麼樣不用太擔心 信華啊 有沒有很強 我一直一直跟你提嘛 他們一直在講好一直在講好 也是跌嘛 那今天有沒有上來 投票今天有沒有上來 很漂亮嘛 昨天你說一個漲停 啊今天很漂亮 你們選要選這種股票啊 不要去亂追啊 好不好 不要去亂追 這股票 歐外資你說看法不變 那有沒有破 沒有再破了 好不好 還是看優於預期啊 還是優於預期 那郁金光我怎麼說 郁金光我怎麼講 投票我昨天 我有沒有秀給你們看 昨天我去買 請會員去買 買了然後呢 對不對 買了然後呢 今天繼續漲 那這個就是你們有沒有挑對個股 有挑對 你們有辦法做到這樣 今天開高 啊又下來 可是還撐得住 還在盤上的 好不好 昨天波羅威沒有漲停 可是呢有沒有 投票你去想 我挑的股票 你說現行就是這樣 不會說真的 啪 破到哪去 今天應該還算OK啦 玉金光是不是 昨天漲停 今天繼續漲 好神盾你說跌 精彩也跌 對不對 精彩也跌 可是現行呢 應該OK吧 投票 現行應該是OK吧 那這個就是我 挑的股票真的會不一樣 今天星翰繼續漲 老師他跌很多欸 跌很多欸 那這一波這樣下沙也跌很多欸 那有沒有收上去 你們自己看嘛 有沒有收上去 有時候真的挑股票啊 要知道要挑怎樣的 那協議機呢 有沒有 好今天 上去 有點收下來 但是 有沒有今天有沒有 要站上去所有均線 應該有啦 很強嘛 工具 你要說他是工具機也好 機器人概念股也好 今天機器人概念股就是這麼強 所以我必須跟你們講 機器人我在看這個 今天有看到一個東西 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跟你們分享一下 B&W 完成了好不好 也不是說完成啦 他現在這個機器人 Figure 我們講Figure Figure 沒關係 都可以 他這個機器人 02開始要出了 那很多人去講 去跟特斯拉的比 特斯拉出他才出嘛 其實 我也不曉得誰先出的啦 那重點 這個人型機器人是接下來 好不好 未來 真的我覺得還是很看好 為什麼 他多年前變跟NVIDIA合作 多年前 不是說這一年兩年 他就在合作 那他主要接受的是 OpenAI的訓練模型 那現在好不好 他有一個影片 那當然這影片我不認為 好不好 我不認為是完全 是真的啦 有可能是什麼 一個動畫 好 再兩分鐘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我一直跟你們講 AI AI 你說 AI PC AI手機 好像都吵完了 那機器人呢 還沒那麼快 這個你說現在是在工廠 好 說在工廠裡 他也是用鏡頭 真的會這樣走路 在工廠會工作 當然現在看好像走的 還是有點 笨笨呆呆的 好 那我給各位加快一下 重點是他在展示說 他到底有沒有在工作 真的可以這樣拿 他真的可以這樣拿東西 有沒有 大致上就這樣啦 好 也沒有 是說這是接下來工廠 這是工廠的喔 這個是工廠而已喔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什麼 投票 如果到時候真的我們每人家裡一人一台 搞不好一人兩台都有可能 好不好 所以真的這個趨勢未來啦 沒有你想像的這麼 AI好像就掛掉了 真的沒有這麼慘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些東西 現在都是用大型語言模型去跑出來 那進步很快 真的進步會很快 你不用想說好像 像人家一直在講某個定律 18個月24個月 其實真的不止 沒有這麼慢 一下子就可以翻倍了 好不好 這昨天我怎麼講 好 漲停很多啦 但昨天漲停很多啦 對不對 所以漲停不厲害 重點是你敢不敢動作 那重點動作要正確 我昨天去買浴金光 我也打在這邊嘛 也給你們看嘛 那還是OK嘛 對不對 那今天大盤是跌喔 同朋友 可是我找不到 那我講真的 我會去關心你們 為什麼 我講很多人在那邊講 被老師詐騙什麼的 也不要說詐騙啦 就是老師代不好 之前老師跟我說會代進代出 結果都沒有 同朋友我跟你講真的好不好 我會去關心你們到底怎麼做 這是我會員 我也跟你們講 這是會員 昨天 浴金光有買嗎 還沒 他沒買 後來他跟我說啦 因為我貪稅沒跟到 好最近我推薦一定在跟上 同朋友我跟你講這是我的會員 昨天嘛 8月7號早上9點 我發完簡訊 後來問他有沒有買 他跟我說沒買 我跟你講好不好 我不會去做這種 那邊跟你們亂講的事 所以你們來找我好不好 真的我有辦法 我真的會有辦法幫你們 你說持股這麼多的人怎麼辦 我還是照處理好不好 股票真的諮詢啦 最近真的這波當下殺 全部都下來嘛 不論手上有沒有持股 我真的開放好不好 直接詢問 有沒有機會我直接告訴你們 你們留股票跟聯絡電話 我真的我會跟你們說 要怎麼動作 我掛策標掛那麼久 超跌後的行情 真的超乎你的想像 你們要勇敢是說恐懼 現在這邊不動作 或者是完全不管手上持股 這樣也不對 好不好 你跟著跟上我 一定要跟 這些股票都大賺 好你們真的要跟我啦 我還是要再講 這一波這樣下殺完 真的在親仇嘛 你說親融資也好 親什麼都好 那下殺完呢 你下去就是要上來 下去就要上來 那這裡把握要拉回 我說我昨天做這個案子 為什麼會做這個888 我也跟各位講 爸爸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好不好 我有三個小孩 也給各位 當然沒辦法 還是不要露臉啦 帶小孩去看這個 雪鐵龍嘛 C床那個叫做阿米 阿米這台小車 前禮拜有展示 我帶小孩去看 其實我是三個小孩的爸爸 老師你蠻年輕的 有三個小孩 對 五歲 三歲 四個多月 今年要一個妹妹才出生 好不好 我會真的希望真的 跟你們去分享 你說真的88節啦 好這個是一個專案 我希望真的 不是把你們當孩子 可是至少是把你們當家人的感覺 好不好 真的 你說小孩嘛 三個睡覺這樣睡 也是很可愛嘛 那我希望真的把大家好不好 都當成怎麼樣 家人 把你們都當家 昨天我很謝謝 真的都有來跟的人 我很謝謝 好你們就 反正跟著我動作 你們就 這一波你們一定 一定能賺到錢 那還沒來真的 我就希望你們 這一波你們一定要來動作 好跟著我好不好 你們打電話也可以啦 0225643366 或者是直接加Line 小鼠MV57好不好 小鼠MV57 幫我加Line進來 直接好不好 直接Line裡面留88家 電話有什麼問題 你找我們來討論好不好 這個案子你們 到今天你們一定要來 好不好 我希望祝各位操作順利 你們能跟上我的 一定要來跟 好那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